第八百一十七集 人族天地主角的地位 气韵独钟的待遇 正是通过这样对一个个异族英雄的镇压 灭杀而得的 张凡此举无异于重复了人族 古往今来豪雄所曾经做过的事情 理所当然无可质疑 做完了这些 张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却没有就做讲道 而是抬眼神光四射 他身上的气势 也没有随着北江老祖被镇压而散去 正相反 如那人族前辈英豪那般镇压一族 为人族求得休养生息地 养独尊气韵 这一切让他身上的气势不断地攀升 每一刻都是前所未有的巅峰 道友 你跟着北江老祖前来 观看已久 如今尘埃落定 缘何另于一箭呢 张凡一呼 群山轰然回应 狂风竭力传播 那另于一箭四个字 更是惊雷一般 在虚空中滚滚乍响 还有人 百万群仙正次松了一口气 当即愕然 连忙寻着张凡的目光望了过去 只见得九天之上 声浪回响之处 空蒙蒙一片 没有云气缭绕 没有飞鸟掠空 在此前一战的波及之下 一片空荡 哪里还有人 没有人怀疑张凡的话 只是怀疑自己的眼睛 见不得真人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本座追着北江老祖前来 不曾寻得机会 动手灭杀于他 却见得宗门后起 赫赫之危 此行不虚啊 一代新人换旧人 东华道君所在 我等老朽 已当避其锋芒 拾气承哉思言 一个高瘦的老者 突兀地在虚空中浮现出来 步步凌空而下 脸上尽是笑意 松门后起 这四个字入耳 张凡脑海中回想起竹九霄 当日在传承殿中所言 眉头顿时为之一皱 这到底是什么人 张凡眉头紧皱 望着那个高瘦老者 步步进前 难道他就是 法相宗的前辈道君吗 百万群仙之中 也不乏出身大宗门者 闻听那高瘦老者一言 多数眼中都闪过了 一抹了然之色 他们都明白 九州顶级大宗门 十之八九 是有化神道君坐镇的 法相宗有之 也不足为奇 与他们不同 张凡却是默然回首 望向了竹九霄 弟子 拜见祖师 迎着张凡的目光 竹九霄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起身走下金莲 拜祷行礼 以竹九霄 在法相宗的身份 即便是前辈化神道君前来 拱守为礼也就是了 如此大力参拜 黄论又口称祖师 这就足以证明 这个高瘦老者的身份了 那高瘦老者 却不受他这一礼 侧身避让 挥手道 老夫早就说过了 不要叫我祖师 我之所为 不过尝西年之恩 算不得法相宗之人 在那个岁月里 如老夫这等人物 也不配受你大礼呀 竹九霄 为法相宗实际上的宗主 他这一礼 就代表了法相宗 以当年法相宗 七十二化神道君的 恐怖威力 天下间 能当得起法相宗宗主 大礼参拜的 真是寥寥无几 此人显然不在此恋 竹九霄没有再次行礼 神色肃然地说道 当年 祖师既然承认了 法相宗弟子身份 那便是五等祖师 如何当不得 再说 祖师有大恩于我 法相宗弟子 什么当不得 恍乎这一礼节呢 假使在时 便教导九霄 若于前辈 当以祖师礼待之 不可轻忽 祖师 莫要再推辞 他们这番的应答 别说那百万群仙 就是包括张凡在内的 法相宗众人 也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 这哪里又冒出一个祖师 而且看上去 其中还有一番故事 张凡由自疑惑呢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他耳中响起 不用奇怪 此人确实当得 我等一生祖师 不是我法相宗弟子出身 恩义 却悠悠圣志 说话之人 正是煮酒霄 法相宗众人当中 也只有他 明了一切秘密 能为张凡解说 此人名九清风 好清风道君 我法相宗前辈华神道君 曾与其有大恩 后法相宗遭到七十二华神 禁末的大鳄 又有九州盟士 许我九州顶级大宗门 各出华神道君几人 前往镇压九州龙脉 立抗灵仙界 对人间的剥夺 至此危及存亡之秋 清风道君 等几位华神前辈 挺身而出 以我法相宗 华神道君的身份 参与其中 自困灵狱 其恩之大 故而我法相宗后人 当以祖师称之 闻听此言 张凡亦为之动容 脸上神色变幻 忠诚一派 领然恭敬 如竹九霄一般 向着清风道君 行师参拜 真正将其当成 宗门宗师 一流的人物对待 竹九霄 虽然没有说得很详尽 但是其中的意思 张凡又岂能不明白呢 指法相宗遭逢大鳄 精华尽丧的时候 九州盟士出力 九州顶级大宗门 皆要出力 各自派出华神道君参加 法相宗若是派不出人来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法相宗虚弱 尽险于人前 强大不过 图有其表 九州顶级大宗门 地位不保 其后肯定又有诸多 仇甲 无数觊觎者 寻上门来 紧随其后的 就是灭顶之灾 宗门图炭 到得那个地步 周天星辰图 就不是宗门的护持之宝 而是遭祸的源头了 十之八九 就不会再有 今日的法相宗 成为秦州 无数年灭亡的宗门之一 只能留在典籍中 供后人平调了 这是存亡之恩 不能不报 黄论以祖师礼节代之呢 不敢 张凡大力参拜 清风道君 当时面露惊慌之色 不像是对 竹九霄那般避开 而是 货真价实的 以大力还之 不曾怠慢分毫 显然 在他的心目中 张凡和竹九霄 完全不同了 竹九霄 虽然贵为 九州顶级强者 手持周天星辰图 威压九州多年 然 在清风道君等人眼中 不得长生 终究非是可以并肩的人物 还是晚辈的身份 哪怕 在手持周天星辰图的 竹九霄面前 让这清风道君 也未必就能讨得好去 但是 外物就是外物 毕竟是不同的 张凡就大不一样了 他本身是 元神大成境界中的 长生中人 又有讲道天下 百万群师 以师礼代之的 无上尊荣 更能够轻描淡写地 以两大神通 将北疆老祖 占而胜之 这样的人物 清风道君 虽对法相宗有大恩 又怎么敢拖大呢 这也就罢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却让他不敢轻忽 张道友 有神鬼莫测之能为 惊天动地之神通 清风 何德何能 受你一礼 清风道君 还礼起身之后 神色正重无比 并没有半点客套的意思 站的高度不同 看待事物的方法也不同 清风道君 此前观摩了 张凡和北疆老祖一战 深切地明白了 张凡此时的恐怖 在张凡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独享天地气韵之机 他要是大大咧咧 受了张凡这一礼 又没有真正宗门名分在身 怕是要受到天地排挤 削减了自身的气韵 这种事情 如何做得呢 张凡一笑 也不强求 不过心意而已 若使人为难 那就不是报恩 而是报仇了 这个时候 清风道君起身 莫名感慨地说道 诸位老友 若是见得法相宗后起中人 有如张道友这般旷世英节 不知当怎样欢喜啊 就是那件事情 也未必无望啊 说起那件事情 张凡和朱九霄当即肃然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涌上了心头 张凡现在如日中天 威势一时无两 但是与那造成法相宗 今日窘迫的幕后黑手相比 不知道是强是弱 能否就得法相宗 上古七十二化神脱困 还在两可之间 沉默了少请 张凡和朱九霄对视了一眼 缓缓开口 祖师此来 又是所谓和事 为何会追着北江老祖前来呢 张凡目光如炬 早在发现了清风道君的时候 就大致明白了其修为 也就是与北江老祖相差仿佛罢了 真正逗起来 鹿死谁手 犹未可知 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跟踪一路 却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 北江老祖嘛 此聊做了那龙中鸟 不知几十万年 若是明德进退 不与我人族争锋就罢了 偏偏有那侥幸之心 不甘寂寞 受那些唯恐天下 不乱者蛊惑 前来我法相宗寻信 老夫有岂能做事 随着清风道君的娓娓道来 张凡终于明白了 他来此的用意 以及那北江老祖 明明有大心愿 大抱负 却做困北江 忍受那数十万年 苦忌的原因了 原来 包括 龙套在那九州化神道君数十人 绝大多数的力量 都在镇压九州龙脉 抗衡灵仙界的掠夺 却还有余力 压制隐藏在北江中 无数年的北江老祖 让他不得不折服北江深处 不敢出世霍乱 数十化神之威 这是何等的恐怖 何况其中不乏实力 不在北江老祖之下者 折服下去也就罢了 如若不然 身死盗销定也 在上古大破灭 灵仙界建立之前 与那大神通者 实力是何等的强悍 北江老祖那时 还急不得现在呢 在其中又算得了什么 又如何敢出头呢 上古大破灭之后 人族强者凋零 偏偏九州强者 为了封锁九州 立抗灵仙界 齐聚而封镇九州龙脉于北江 也算是北江老祖命数不好 正好就被究竟一并压制了 能够苟活至今 还是九州化神道君 绝大部分的心神 都牵制于灵仙界之上 见北江老祖还算乖巧 他们也不愿意多生事端 让灵仙界有那可乘之机罢了 结果这无数年来 北江老祖也不曾有 展露实力的机会 唯有的一次 就落得百万年镇压的下场 可悲可叹 莫过于此 这九清风与其余的化神道君 本被灵仙界忽然发力所纠缠 放松了对北江老祖的关注和压制 结果他变成了灵仙界的马前卒和探路石了 张道友 灵仙界那几个老怪物 既然使出了这般手段 就不可能不现身 须得在意才是啊 晚辈晓得了 多谢祖师提醒 张凡微微一笑 略有所指地说道 说吧 他身手一隐 只向法相宗一众弟子所在的地方 对清风道君说道 不知晚辈是否有此荣幸 请组织盘缓几日 请一一二 哈哈哈哈 老夫 那就舔着脸皮 得闻大道了 清风道君仰天大笑 也不客套 竟直踏步而出 一个闪身 已经出现在法相宗阵营 竹九霄所在的位置旁边 施施然坐下了 他从头到尾 都不愿在张凡面前拿大 此言所谓更是诚心正义 张凡一身实力让他骇然动容 有机会一闻其原神大道 他如何会错过呢 说话的同时 清风道君还若有所指的 对张凡投意探寻的眼神 隐含的担忧之色 也只有在对其目光的张凡 能够明白一二 张凡冲着他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事已无妨 随即回身盘索于神通树下 抬头以深邃的目光 扫视九天之上 旋即 东皇宫玄黄云起书卷之间 他的声音也就带出了一股天道的无情 和出尘的气息 徐徐传出 诸位道友 立临我法相宗 张某无以为报 唯有 大道一言 一代贵宾 张凡一言 漫天云动 那刚刚在北疆老祖百万年镇压的惊骇一幕中 回过神来的百万群仙 更是齐其一阵 脸上色变 这话听起来是何等的古异盎然 更有一种凛然的大家风度 入得耳中 恍惚间 似可见得那久远的时代 衣冠博代的大神通者 以大道一言 款待道友 哑到了极处 一派高人风范 奈何 只要是神志正常的人都明白 张凡在此时说出这番话 又是意味着什么 怎么还有人 众人一时无语 虽然早知道 东华道君开讲元神大道 有教无类 乃是一个开天辟地的盛事 爱者有之 恨者有之 欣喜若狂者不缺 不屑遗故者 肯定也不少 但是 也不至于如此吧 他们自然不晓得 这是东华道君张凡 乃至于法相宗 多年来恩义和仇怨的大报 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东皇宫 这个张凡精心准备的舞台之上 在百万群仙的眼前一一上演 此前种种 不过前奏只是花絮罢了 真正的主角尤为登场 张凡郑重其事地 当着百万群仙所言 自然不可能无地放尸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 不知何时 在一片空荡荡的空中 聚起几多云彩 等时随风而动 飘到了东皇宫上 同时 有一股说不出的压抑之感 让百万群仙 无论修为高低 齐齐放低了呼吸 忍住了哗然的冲动 那种感觉 恰似羊群处于群狼周遭 哪怕对方没有咆哮怒吼 甚至没有特意投来关注的目光 但是无形的压迫仍让人不敢妄动 尤为可谓的是 这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并不是一人所发 而是数十股乃至更多的汇聚 恍若暴风雨前 天穷一下子黑压压了起来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 轻忽出声 随即如同传染一般 百万群仙几乎同时 做出了一般无二的动作 抬头望天 这个时候 认识谁也足以看出 那云彩中的问题了 淡淡的云彩 飘荡在东皇宫上空 有数十之树 呈缤纷色彩 有千云之浑厚 有彩云之瑰丽 有丝涛之如飘絮 壮百态而防百寿 朱般模样 各种气息不移而足 无一重复 这并不是那些至今 没有露面的强者刻意所为 而是自身的气息 随着张凡一言 震动东皇宫无量玄黄之气 而不经意间泄露于外 行诸天地之间 变成了这万千云花 正是这不经意 才显出的大恐怖 在这个过程中 无异于张凡 与那诸多隐身暗处的强者 交锋了一回 什么时候 竟然会有这么多化身道军降临 他们到底所为何来 与场中那些惊慌错愕的 普通修仙者不同 那些原英境界 乃至于原英巅峰的强者们 一个个眉头紧锁 为自己 为九州群仙 也为台上安然高坐的 东华道军张凡而担忧 而忐忑 能让他们连发现也不能 让他们这些九州堪称一代强者 宗门宗师的人物 已完全看不出身前 受到无形压迫的 这不是化神道军 又能是怎样的存在呢 数十化神道军 汇聚着东皇宫 总不能都是来听到的吧 所有的九州修士 虽然对张凡已经看得很高了 但也不至于认为他这样的后期长生中人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确实如此 若非诗器道人 在灵仙界为张凡扬名张目 那些高高在上的灵仙们 怕是连世界多了这么一个英雄人物也不知道 既攀高峰至于绝顶 没有多少人会懂得回望深厚 是否有那后期追赶 人的眼睛总是瞄着上方和前方的 这本是人之场景 不足为怪 哈哈哈哈 末然间正在这百万群仙 摒弃脸膝的关口上 一声长啸 游远极近 滚滚而来 在长啸声起时 那数十云滑 或颤动一下 归于平静 或避开闪躲 似给让路一般 或纹丝不动 恍若不闻 旋即 啸声戛然而止 一个声音传入了 众人的耳中 张道友 数年不见 你的秀为 真是愈发的精进 灭发那老石头 如摧枯拉朽一般 当真是畅快伶俐 确实是可喜可贺 爽朗豪气的话语声中 一道云气月空而来 从那数十云滑中穿过 从天而降 落入东皇宫中 静止投向那 黎张凡讲道神通术 最近的位置 张道友盛情如此 愿以大道一言待客 本尊就不客气了 溃灵道友 无上大道了 此言一出 那声音的主人 也随之 现出了身形 感谢您的主人 感谢您的主人